只是隨口唸了客運駕駛的名字 就被當場趕下車 南投一名男乘客上車的時候 看到駕駛的名牌 順口唸了出來 結果引起司機的怒火 質問為什麼喊我的名字 莫名其妙 還要求乘客下車改搭別班車 其他的乘客募集整個過程 將影片拍下來PO上網 要大家來評評理 那名字幹嘛嗎 沒有 沒有 幹嘛喊我的名字 司機語氣很不滿 只是因為被喊了名字 別人就不會喊 就是你會喊你的名字 喊名字幹嘛嘛 莫名其妙 句句不離名字兩字 看得出來司機很在意 還敢人下車 我句在意 你每次喊我的名字幹什麼 你坐下一班 下車 不用 不用 我不要 沒有 你沒有錯 你喊我的名字 你沒有錯 乘客雨帶無辜 10號晚間 他搭乘南投市 開往埔里的客運車 上車時喵到車門附近 明天有駕駛名牌 隨口唸出名字 沒有想到司機勃然大怒 還敢他下車 儘管他哀求搭下一班車 會太晚回家 司機還是不讓步 感覺司機情緒管理不是很怕 怕說會說到一半司機 情緒不穩定 然後會不會影響到我們 整個安全 所以我去上網查 我個人叫司機名字 就這樣跟這個理由去替代他 司機感染下車理由太莫名 南投客運回應 該名司機服務一兩年 這回態度確實不好 會去調查事件始末 如果有疏失 就會懲處家常教育訓練 解針路程南投報導 我們下車